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今天我们来看看李元帆的竹烂之下和银河之约的对比 看看这两款皮肤的特效差距有多大 游戏中两款皮肤的造型都挺萌的 银河之约还带了个头盔 看起来就更萌一点 两款皮肤的探查效果 银河之约就是箭头的标志 而竹烂之下是一只小鱼的标记 两款皮肤的走路动作也是一样的 就不做什么评论了 普攻特效对比 竹烂之下的子弹是一只小黄鱼 还有水纹的拖尾特效 而银河之约则是一颗小星球的特效 还有星星的拖尾特效 一技能特效对比 竹烂之下则是冰棍的特效 每次击中一次冰棍就会变环 而银河之约则是火箭的特效 二技能特效对比 竹烂之下是用游泳圈向前冲 而银河之约不仅有武器 还有火箭的特效出现 这一点自然是银河之约的效果更好 三技能特效对比 竹烂之下丢出的是一个大的救生圈 而银河之约则是星系团 效果还是银河之约的好看一点 最后总结一下 两款皮肤的特效差距还不是很多 不过银河之约毕竟比竹烂之下慢出来几个年头 所以特效在细节上会更好一点 而竹烂之下是可以通过碎片三点免费获得 这一点银河之约是不可比的 毕竟银河之约不是想要就能随时有的 好了本期对比就到这 更多英雄皮肤对比记得点击关注哟 我是维哥 我们下次再见咯